哈囉大家好,我是王胖 現在在我手上的呢 就是小米台灣在這次10週年活動之中推出的新品 米家魔方延長線 那我也跟台灣小米這邊借了一組 跟大家一起來看看這款新品有什麼樣的特色 那這個產品基本上很單純 它就是一個方塊造型的延長線 可以看到它在周圍四個面的其中三個面 各有一個插頭 頂部的部分則是有三個USB-A 跟一個安全開關 之前的小米延長線同樣也是三個插頭 加上三個USB-A還有一個安全開關 兩款的整體最大功率也都是1650W USB的充電功率也都一樣 單口輸入的話最高可以提供5V2.1A 也就是差不多10W的充電功率 三個USB的總輸出功率是15.5W 所以如果你三個孔都插滿的話 每一個孔的速度就會稍微慢一點 不過在重量方面 魔方延長線稍微輕一點 線的部分則是舊款的小米延長線比較長一點 不過魔方延長線最大的好處 還是在於它的外型設計 以小米延長線來說 雖然小米延長線在設計的時候 已經有把插頭的位置稍微做得比較開一點 但是如果真的碰到插頭尺寸特別大 或是像這種橫向設計的插頭的時候 那在插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遮擋到旁邊的這個孔位 那如果你今天換成魔方延長線的話 就不會碰到這個問題 每一個插頭都可以完整的被利用 所以說這個設計其實還滿方便的 在價格方面呢 米加魔方延長線跟小米延長線的售價一樣 都是295元 那以功能性和實用度來說 個人會比較推薦米加魔方延長線 但是當然 一般的小米延長線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你可能擺放的位置 比較適合這種長條形的設計 那麼小米延長線其實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 米加魔方延長線的簡單介紹 不知道大家在看完之後 會比較喜歡米加魔方延長線 還是一般的小米延長線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喔 好啦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一個小鈴鐺 我是胖胖,我們下次見,掰掰